迎回宜蘭 翻轉南投 民進黨中指會公布第二波提名 主席蔡英文幫批上勝利背帶 徵召宜蘭市長江松淵挑戰縣長 行政院中部中心執行長蔡培惠 角逐南投縣長 這幾年來宜蘭的表現 似乎失去了過去的光彩 要迎回宜蘭 讓宜蘭重返光榮 不收紅包 不取回購 不炒地皮 不與財團掛鉤的四步誓言 家人不甘政的第五步 大宋宜蘭縣長林茲廟捲入弊案 民進黨誓言迎回宜蘭民主勝地 監固選區南投連續十七年 沒執政 寄望翻轉 中二選區也都可以改變 民進黨徵召蔡北惠參選南投縣長 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南投也可以改變 針對這些觀光的人頭 我要從南投打造到烏日高鐵的捷運 才宣布徵召就開捷運支票 民進黨有備而來 下一波提名四月中鎖定基隆苗栗雲林 新竹彰化等升格議題塵埃落定後 就啟動提名 但六都北北陶中人選遲遲未定 傳出被黨內定徵召臺中市長的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松口出展 台中市本來就是一個搖擺州啦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無情的城市 所以台中市我認為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如果黨需要蔡其昌承擔 我義無反顧 這個勇敢承擔 勇往直前 在適當的這個時機啊 我們就會趕快把人選退出來 我們會非常靈活 非常激動 民進黨已經備戰 棘手的北北陶人選難採聯動 高層放最後得通盤思考 繼續問游熱博 徐瑋晨 參謀報導